酸汽流绕 竟在全池 脸颊身体红彤彤 寒流来自于一家人 泡汤暖身心 对 靠起来觉得怎么样 很舒服 有没有觉得北部比较冷一点 有 温差很大 对身体好 促进身体血液循环 而且会觉得身体很温暖 对 所以天气越冷的话 越喜欢暖 民众特地南下 到台南知名龟丹温泉 逃离冷嗖嗖天气 各地暖伤机大爆发 从上礼拜开始 人潮就有以倍数成长 大概两三倍以上 平日来讲 基本上住房率都达到九成以上了 那像周末或是连续假期 都已经到客满的状态了 对 那所以今年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其实已经成长一到两成 一天就可以卖到一百间以上 天气零嘀嘀 但国际旅展卖得火热 近千张泡汤券销售一空 而夜者也瞄准 即将来临的冬季旅展 十六日开炮 杨明山天籁酒店 露天SPA温泉 下沙四折 单人劝六百元游走 宜兰丽丽威斯丁酒店 裸汤糖汤圈 最低也有五四折 郊西长蓉凤凰 则砍到六折左右 但泡温泉宝剑也有禁忌 老人家 或者是说有些容易心气泡太久 还是有可能会脑出血中风 引发高血压 那没有说每十五到二十分钟就起来休息一下 你可能就会那个进入一个脱水的一个状态 脱水的话就是进入热衰竭 医师提醒每十五分钟休息一次 水温不超过四十度 多喝水揪团泡 避免热衰竭脑中风 才能安全暖心抢身 华语新闻传言 未将博为白云飞台北台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